… 歡迎收看Feed Tire 有條路 Akin,我有個問題想問你 你有否試過腳腫而最厲害 又會去到甚麼程度呢 試過,尤其是乘長途飛機 通常你一上飛機後 脫下鞋子,躺在那裡,戴東西 戴上飛機時,想穿上鞋子 穿不到,因為腳腫腫得太厲害 腳腫其實真的挺令人不舒服 我相信很多觀眾跟我一樣 都會有一個疑問 究竟甚麼原因形成腳腫 而腳腫又會暗藏一些疾病的先兆呢 今天我們請來外科專科醫生Dr.Chan 跟我們說一下腳腫的問題 有時我們說肥腫難分 所以有時人們說你的腳肥了 或者夾早腳 然後你就會推託說 我最近水腫,不是肥 所以要請教陳醫生 究竟肥和水腫分不分得到呢 如果說水腫,我們在醫學上 就是在身體內的體液排出血管外面 在肌肉之間的障礙積聚在 如果臨床上我們看 譬如我們看腳 很多時候我們在腳內側 我們小腿的位置 我們按下去的話 就會見到如果真的水腫 整個皮膚會凹陷進去 過一段時間才會平復 這些我們才叫水腫 如果真的肥脂肪就不會有這樣的現象 通常水腫來說 譬如如果兩隻腳一起水腫 就跟這些內科的病 譬如心臟衰竭 或者有腎病不能夠很有效地排走水份 又或者甚至乎有肝的硬化 血裡面的蛋白質不夠 鎖不到水份 那些水份就積在外面 那當然你說這些情況 通常都是雙腳一起水腫 甚至乎嚴重一點 就全身都會水腫 你看到手腫 面腫整個都很泡 另外有些情況就多數集中在一隻腳腫 那這些情況 我們反而多數就會想想 會不會是靜脈血管 或者是一些淋巴的問題 那尤其是我們在說 譬如有些嚴重一點的靜脈曲張 去導致深層靜脈功能不存 那另外有些可能是急性的血管生失 甚至乎有一個比較我們少留意的 我們叫卡靜脈壓迫症口群 那這些都會令到腳會腫脹 尤其是集中在一隻腳的 很多時候都是 陳醫生我很好奇 其實水腫是否跟飲水的習慣有關 因為很多時候聽到人說 說喝水喝得多就會水腫 其實又跟飲水沒有什麼關係 如果你的心肺、心腎功能是正常的話 其實你喝得多水 都會經過腎臟排出來 最多是多小便 就不會因為喝得多水而去水腫 所以水腫多數都要研究一下 看看會不會是本身的身體 有其他的機能有問題 另外一件事有些人說 吃得多鹹的食物 很多鹽落肚 因為鹽本身都是很積水的 都是會水腫 這個又對不對 如果你吃得太多鹹的食物 真的一時間未必排出來的時候 就真的可能都會有水腫的現象 但當然如果鹽份太少 有時都會令到有水腫 其實都 原來是真的降低食物中鹽和糖 不是虛脆的 這個也有道理 那有些說法又說 不要吃那麼多鹹的食物 當然是 喝水可能沒有甚麼關係 但喝黑咖啡是可以虛水腫的 這個是對嗎 咖啡本身是有一些利料的作用 喝咖啡可能你會多了少便 可能會相對說少一點水腫 但當然你喝太多咖啡 也對身體可能有其他的壞影響 可能心跳加快 血壓高之類的 通常都是一些 女性的朋友說自己水腫多 沒有男士說我今天水腫 沒有 是否女生比男士多呢 這件事又未必有甚麼直接關係 可能女性比較注意自己的身體 多一點 那也是 所以可能會留意到 經常會否真的有腳腫的現象 但這件事其實跟男女 未必有很直接的關係 陳醫生剛才你提過 說兩邊都會水腫 那會否有情況出現的時候 是會單邊水腫 是 如果單邊水腫的時候 反而留意 就不會說是關不關心 比如心、腎臟這件事 可能你集中看看 會否是血管出現問題 又或者臨巴出現問題 正如剛才提過 有一個叫我們叫卡靜脈壓迫症候群 近年大家醫學家才愈來愈留意 這件事我們要看回身體的結構 是因為其實大靜脈和兩邊的卡靜脈在一個盆腔 前面就會有我們的主動脈 和分開兩邊的卡動脈 後面就已經有我們的腰椎 有些時候我們的腰椎和動脈就會壓住卡靜脈 尤其是大部分情況就會壓住左邊的卡靜脈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看到有些病症的人 大部分的人都是左邊的腿比較腫 而這個位如果真的壓住了有腫脹的情況 令到它的深層靜脈的壓力增加了 亦都可以有一些譬如陰狼的靜脈曲張的情況 導致不育 除了它有直腫之外 亦都可能我們說回有一些 亦都可能導致有些慢性靜脈功能不存的現象 好像就是直腫腫 直腿的腳肘越來越深色 開始有些啡色的色碎積造在皮膚上 甚至乎有潰揚的現象都有 這個名字是卡靜脈壓迫症候群 我記得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其實真的比較陌生 它是甚麼人會幻想居多呢 其實如果文宴記載這件事 其實我們發覺其實就不是真的那麼少見 其實如果你發覺差不多有大約兩成的人 都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卡靜脈壓迫症候群 兩成人都算多 都是不少的 但當然你說壓迫的程度有多重要 壓到血管有多扁 每個人可能有少少不同 我們發現其實 如果你說男性和女性的比例而言 反而又是女性比男性會多一點 大約比男性多 例如三至四倍左右這樣的情況 但當然除了剛才說左邊的情況可以壓住之外 其實右邊的卡靜脈也可以受壓 有些人反而是右邊腳腫 甚至乎有少部分可能百分之二的病人 是兩邊的腳都會有腫脹的情況出現 這個腫脹會不會說他自己懂得舒緩 還是說是越壓越厲害 跟著腳就越來越脹腿 拖旗如果壓迫不是太重要的話 其實可能你集中在 譬如日後、中後、下午、夜晚 你站完一天之後就會覺得腫脹多一點 但當你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就可能由朝到晚你都會覺得會腫脹 甚至乎如果真的有時候腫脹 壓迫得太多重要 有其他例如外來的受傷 甚至乎可能引發到急性靜脈的生失 最誇張的你有見過左右的尺寸是相差多遠 很清微的那些可能都不是很重要 但是你說如果你隨著它越來越緊 可能兩邊腳差不多相差 可能有一半甚至乎一倍的現象都有 除了說卡症、壓迫症後群這個原因之外 剛才也說到有很多其他不同的疾病 都會令到腳水腫 所以腳水腫其實是很多疾病的一個病徵 或者是一個果 不能夠忽視 不是說今天肥了、腫了這麼簡單 可能是一些很嚴重疾病的先兆也未定 沒錯 所以其實如果真的有出現腳腫 我們都要找清楚究竟是甚麼原因 你說剛才可能說過 究竟是否如果兩隻腳腫 尤其是我們集中看看 會否說心、腎、肝、肝等有沒有問題 單腳腫可能就要做多一些 譬如超聲波的檢查 甚至乎我們要做一些電腦掃描 或者血管內腔的超聲波 來看清楚會否有這個 譬如卡症、膜、壓迫症後群的出現 通常要觀察多久 因為真的腳腫大家都會忽視 那個觀察期大概多久 其實這個真是每個人都有些不同 亦都看看 譬如你說如果輕微的開頭 你可以譬如睡完一覺之後 它又消腫了 這樣可能有靜時真的和你的工作有關 又未必需要太過擔心 但如果你說情況持續 甚至乎越來越緊要的時候 就可能真的要及早求疑 如果真的腫得這麼厲害的時候 可以怎樣處理呢 待會回來拼開一條路 繼續請教一下陳醫生 稍後見 搭飛機腳腫這件事很普遍 因為其實我們搭飛機有時候 相對來說我們少動動 另外飛機差鹽份也會比較多 但這些通常很快就會消腫 但如果你發現搭完長途機之後 有單腳腫的情況 甚至乎有些慶的情況 可能就要擔心 會不會是出現了經濟客艙症候群 或者我們真是叫的 深層折脈山塞的現象 這件事就要去求醫 繼續飛機有條路 剛才說到腳水腫 其實可能是因為其他疾病而導致 所以我看到我的腳腫的時候 可能找一些按摩姐姐幫我推一推 都未必有用的 是不是陳醫生 如果你說真是本身的身體 有毛病的話 你純粹去推拿 那些可能會幫到短時間 但這些又很快會再出現 所以都是要找清楚原因在哪裏 吃一下去水丸又行不行呢 去水丸又可能幫到你 短時間排走多些水份 可能你的腳真的沒有那麼腫 但也一樣 如果你本身 譬如你的心、腎有問題 你不去理去 你可能只是延誤了去醫治 相對來說也是一個治標不治本的方法 所以最重要都是治本 找回疾病的根源 不如用回我們剛才所說的 卡症膜、壓迫症喉菌 我現在對於這個病的名字很熟悉了 如果真的有這個病的時候 是否可以用手術的手段來解決呢 要看有多嚴重 有些病人可能本身不是很重要的 甚至乎因為有時候 現在做多了檢查 做多了電腦掃描 可能發現那裏血管好像有點壓住了 但病人本身又沒有任何病徵 那這些其實就不需要做手術住 那可能都是要留意 要預防 讓它不要那麼容易有血管有塞的現象 那些情況就反而 譬如真的要活動多一些 穿上壓力物 甚至乎這些情況 可能要適量喝多一點水 讓血沒有那麼稠的情況 但是當然你說到炎弱情況比較緊要的情況 開始腳整天都腫 又燒不了 整天聚著很不舒服 那當然可以考慮做手術 甚至乎真的說 如果真的我們不理會它 可能真的出現突然間 它的血管塞了 有深層靜脈生失的現象 那其實這也是一個比較危險的情況 管深層靜脈那裏 有些血塊形成了的話 它有機會那些血塊突然間會掉出來 沖了上肺那裏 那會有肺血管生失 有深層的危險 所以要看回每個病人的個別情況不同 你要決定它做不做手術 以前那些微創的儀器沒有那麼好 那些支架也沒有那麼大 那些其實以前相對來說 如果真的說做手術 就要去到做踏橋 開一條路等靜脈的路可以走回心那裏 這些相對來說都是比較大的手術 那現在來說 我們可以做一些微創的方法 好像心臟通波仔類似的方法 來將那個血管 我們透過放一個支架 真的像通波仔那些 是啊 有些像的 但是這個就跟心臟通波仔的支架 有少少不同的 這個支架它本身是有一個張力的 其實你可以試一下 按一按去看看 是的 很彈 謝謝 不是 我經常以為它那麼薄 一按它就扁了 然後又反轉了 它是一些特別的醫學合金 所以它自己有一個記憶在這裡 它會有張力 你就算扁扁它 它也會自己彈開 變成在這個 尤其是在這個 我們說卡靜脈壓迫充合症 就特別適用了 因為其實它在說我們前後 也有被它的骨和血管壓著 是 如果你用一些普通的支架 可能你一按扁了它 它不會彈開 就好像沒有放過一樣 又會收窄 這些支架它可以有一個張力 幫你張開它 哦 撐開它 撐開它 撐開它的血管 那你那條腦才會好像 撐開它 通 那沒有那麼塞車 那血流才會容易一點上去 那它會解決到問題 其實它既然壓得扁 那做完這個手術之後 會不會一樣又復化回 這個就要看回那個原因 或者它究竟有多重要 那其實因為這些已經是一些 特別的支架 其實它的力已經是 比一般的支架更加硬的了 是 那所以很多時候 其實放了下去 如果真的它張開得很好的話 其實已經可以解決到的問題 那有時候如果真的 如果外邊的力很緊 你之前你說用的氣球 撐開它撐得不夠 你就算放了支架下去 它的支架也未必可能夠力 撐開 那繼續都有收窄的情況 會 嗯 有沒有什麼人 是不合做這個手術的呢 基本上大部分的病人 都適合做的 但是你說是否一定可以成功到呢 就反而有陣子都要看回每個病人的情況 尤其是如果只是它是有壓迫症候群 但是它的血管是沒有塞過的話 那相對來說 血管仍然是暢通 那出來的效果就會最好的 那反而有些病人 如果真是說 真是血管曾經生塞過 閉塞過 反而之後 那條血管其實已經硬了 有時候我們首先要打通血管 才可以放到支架下去 所以那些病人 有時候可能 其實你要嘗試打通血管的時候 已經很有困難 甚至乎未必一次就可以成功 可能要試幾次 試很多不同的方法 才可以打通血管 而且也都明顯有記載 其實見到如果真是說 如果曾經血管是生塞過 硬化過 才去放支架 就出來的效果就一定沒有 如果只是純粹收窄 沒有塞過 那麽理想的了 還有如果真是說 血管收窄過 塞過之後 除了放支架之外 亦都要吃薄血藥 一直維持著 讓它沒有那麼容易再塞過 陳醫生 我突然想起另一個水腫的問題 就不關卡靜脈事 孕婦也會有腳水腫的問題 孕婦又如何可以解決到 可以舒緩水腫問題 孕婦的問題 最主要是因為你陀著B 其實你的腹腔的壓力會增加 亦都令到你下肢的靜脈壓力 也會增加 變成血流回流上去 就會沒有那麼暢順 尤其是當孕婦 例如你躺下的時候 胎兒可能就會壓住 腹腔的大靜脈 亦都會影響到回流 例如日休息的時候 如果可以的話 可能最好就是 例如穿上壓力物 可能有幫助 如果你睡覺的時候 可能你側向一邊睡 就可能會好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壓住 腹腔的靜脈血管 你有沒有試過做過這些類似的手術 我有點好奇就是 例如那些病人大概多少歲 有沒有那些年輕化的催生 那個年齡其實那個都很廣 其實從二十多歲 一直到年紀大 七八十歲都有的 其實 因為其實有時候 如果你年紀大 你譬如有腰椎有骨刺形成 那樣又可能突然之間 在一個位置 或者你又會壓住血管 或者你前面的血管 開始有鈣化 老化的時候 又可能會硬了 又會前後一起夾住血管 多一些 如果年輕的病人 通常就因為 先天的血管本身 和骨本身夾得比較緊的問題 容易出現 其實我也見過有些病人 本身其實是因為這個問題 甚至乎引起了 有一個植物生蜀的情況 所以之後就維持著 一路都腳很腫 甚至乎在肚皮面 有一些植物曲張的情況出現了 是 看醫生的時候 他們摸到可能 會否怕你是大腿那裡 有些淋巴等等 反而轉介了過來看 才發現其實是因為 這個卡靜脈壓迫症候群之後 引起的深層靜脈生蜀 然後導致的腫脹 血管失的現象 其實我們也有做過一些病症 你看到如果在右邊 打一條靜脈的造影 你看到其實這條靜脈 通常卡靜脈大約這麼粗 反而去到左邊的情況 你會見到其實已經不太見到 有很多支流 有些好像植物曲張 都脹起了血管 很多其他的腦 因為其實你的主幹濕住了 那血就要找爐走的時候 所以我們的目的 其實就是希望打通這條血管 然後再撐回去放肢架的情況 血管內腔的超清波來看 你會見到其實這個正常的 譬如一個外卡靜脈 有這麼粗的情況 去到一個腫卡靜脈的時候 你看到這裡壓到它全扁了 對 差很遠 差很遠 所以血流一直流不上去 就會令到腳腫 甚至乎閉塞的情況 我們首先會用這些球囊 氣球撐回血管 你看到其實你撐開它的時候 血管也有些粒痕 氣球也有些粒的 其實周圍比較硬化 其實都要用很大力才可以撐回血管 然後就可以放剛才這些肢架進去 在血管內 你看到我們做完之後 你會見到血流暢通了很多 也看不到之前第一章 看到很多其他細的血管 肢流那些就消失了 其實做完之後 如果你打通一條叫做高速空腦 讓血流離開的時候 就可以很快地回流下去 就可以消到腳腫的情況 對,陳醫生的分享非常詳盡 還有聽完你的講解之後 我想大家都會知道 肥腫原來是可以分開的 今天謝謝陳醫生的分享 下一集的FIT開有條路再見 再見 好,今集我們先做一個 Set Biss的動作 然後我們會再向前走 向後走 右手左腳踏前 左手右腳踏前 好,接著四步之後 我們就向後走 1 2 3 4 期間 我們做來回兩次 休息30秒 這個動作 我們訓練到身體移動性 以及手腳的協調性 兩次 我們就有人放置 往前走 柯 每次 最靈活 都會 постав 我 這很容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